马来西亚政府有给我们缴税人很多的那些 Tax Relief 所以在这个时候最重要你要检查你所有的那些 Tax Relief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用完它合法的缴比较少的税 今天是下雨天了 来到这个地方我要hide的叫做 Hadi Ridge 看到整个地方都没有车 只有我一辆车 因为天气预告今天是下雨天 我想下雨天没有人应该很安全 安全的意思是没有Virus 之前已经去过这个Hamilton Mountain 我今天会去这个 Hadi Ridge Loop Trail 所以走上这边 现在已经是年尾的时间12月冬天了 然后这个时期呢是最好计划你的税务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如果你是什么一个父母 那么你有孩子还在小的还在读书 你可以开一个户口叫做 SSPN SKIM SIMPANAN PANITICAN NATIONAL 所以这个SSPN呢如果你放钱进去 你可以claim你的 Relief up to 8000 是给父亲也可以用母亲也可以用 只要你有一个孩子一个就够了 你可以用他们的他的名字 父亲要as a payer 母亲要as a payer 是separate两个account 那么一人8000 8000给少一点税务明年 PN的好处呢 是你12月尾 只要你在12月31号 之前你就把那个8000块放进去 那么一月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的话 你拿出来他也不会PENALTY你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是deposit那个钱回给你 你看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没有那个8000块 你没有钱去给这个SSPN今年 你可以用你的Credit Card去swap 把那个8000 8000 16000 塞进去 明年才过几天罢了 你就可以 然后withdraw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钱还回你的Credit Card 那么你的税务就给少几百块 Depends on你的Tax Bracket 那现在很多人讲 Covid的时机很麻烦要出去 然后其实开SSPN的户口 你是不用去到SSPN的office的 你只要上网也是可以register一个account 然后把钱放进那个SSPN 不过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是说 有人会问我说你今年放了8000 但是你一月你又快点拿出来 那么明年的话要怎么样再claim多一个8000呢 这是Depends on你的那个Statement的哦 所以你的Statement如果是今年的Balance是8000 年尾12月31号的Balance是8000 那么明年你要再claim多8000的话呢 你就要确定你的Balance在明年的12月尾是16000 那么又再多另外8000 那么就可以了 就算你在从中一月拿完出来里面是Balance是0 到你到 哇 里面Balance不可以0了 Technically好像要20块了 不然你叫closed account 所以 你到等到年尾的时候 进到16000 那么你又可以再claim多一个relief 所以我说这个是free money了 马来西亚政府给我们身为父母的free money 然后你不拿就白不拿 in the form of tax relief 给少一点tax什么的那个钱就进你的口袋咯 已经爬了爬上山爬了2000多车 现在休息一下先 再跟你说话 在这里开始看到有一些雪 那么有一些已经溶掉了我想 因为下雨的关系 另外一个relief呢也是给父母的 如果你的孩子还在读幼稚园 或者是去送去daycare的 如果你今年没有用完这个relief 那么现在12月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你可以问看你的幼稚园 能不能把明年的一些学费啊 先在今年交 那么你的receipt就是写今年的咯 你的幼稚园也很开心 因为先拿到你的钱 不然你也可以claim到那个tax relief 所以是win-win的双赢的 另外一个tax relief 就是那个lifestyle tax relief 那么当你买电脑啊买tablet 买那个smartphone 还有买书 还有sport equipment哦 都是lum under这个2500块 还有invent那个internet subscription 这些relief你都是可以去maximize它的 如果你今年还用不完你那个2500块 那么我建议说你可能买这些东西当做送礼物啦 如果有一些你的亲戚朋友啊 你一定要送的那些生日礼物啊 父亲节母亲节礼物那些东西 你可以今年先买一遍咯 那你就可以先claim你的tax relief for今年 可以说是政府给你一些discount啦 然后买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好像tax relief for这个internet subscription 比如说你自己的用了 你已经subscribe自己的了 甚至你还是用不完那个2500块 那么比如说你的父母可能 他们也是有用internet services在他们的家 但是他们没有income 他们不用用到这个relief 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帮他们申请 换那个account ownership 所以它under你的名字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claim你的tax relief 差不多要到了 不过还是还没有到 然后有看到白白很多雪啊 这些有些已经涌了 因为下雨然后很好有带这个micro spike 所以不会滑倒 所以这些雪呢它cover在这个这个石头已经被那个雪埋住了 所以那个地是平不平我也不知道了 所以要小心慢慢走 一步一步来 不要熬到脚 另外一个relief呢就是 你如果有年老的父母 有去看医生那些医药费哦 全部都是可以claim的 所以那些医药费比如讲 看普通医生伤风感冒发烧啊 这些medical bill 不一定要住医院的都可以claim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你的父母有职场在pharmacy买药啊 比如说那些啊 高血压啊或者是糖尿病的药 所以这些药啊如果是他有precision啊 doctor有说叫他们每每次定期要吃的 那么如果说他们是在pharmacy买的话 所以那个 你留着那个precision 有一个copy 然后那些pharmacy买药的那个bill 同样你也是可以claim 那个relief的 那么有些人会 会问我啦说 诶这样 那个医药费啊其实是我父母自己给的 那么我可以拿来claim嘛 哈哈 我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笑 我哪里知道是谁给的 哈哈 一般政府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啦 好啊知道 你有那个receipt的话 你自己搞搞啦 反正反正啊 哦 算你父母给的 啊 其实也是你给的嘛 你有给allowance他们对不对 Christmas又到了对 让我想起Christmas 哦 可以有白色的Christmas 哈讲到保险 如果你有买保险的话 你的保费是可以扣的哦 可以有dex relief的 那么life insurance呢有三千块 那另外还有三千块是for medical 疾病 medical card啦 那还有就是education的 so 有些人 可能你年轻你还没有买到这样多保险 你一年没有给六千块的保险费 那么你没有给六千块的保险费 怎样去claim到maximum呢 可以的 怎样做呢 你就是pay in advance 就是你先预付 明年的保费或者后年的保费 所以你可以预付的可以先给的 给了明年你就有premium deal 但是你明年你要再claim 你又再claim for future的 那么就可以claim到了 如果你有那种投资连接保单 investment link的policy 那就更好 因为你这种policy 你的钱拿进去是买那个investment link fund的 那么他们的费用就是5% 然后你扣出你的credit card 给你的cashback rebat so point那些可能你会拿回12% 那么你可能才给30% 但是呢 你还有赚到的就是你的tax relief 如果你tax bracket是20%以上的 那么你就直接给少那个20%的tax for明年 那么你拿回出来 就算你需要那个钱 你一页的时候你去拿回那个钱出来 又没有penalty 但是你claim你的tax relief了 所以这是百赚的 很容易做的东西 然后今年年为主要你的internet people 还没有用完那个relief 快点去还 你可以去他brunch还 或者是你上网还也可以 很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让你赚多一些钱 啊终于到了 到了 可以走下去了 已经到终点了 咦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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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大风 很冷 穿回我的手套 最后一样东西 我一路来都有用一个会计师 帮我做我的tax 我的税务 有accountant帮你做是好的 因为他们 在这一行 他们每年都做很多的tax 所以 他会知道那些 税务的 那些ruling有变啊 那些东西你都会知道 他都会知道 会advise你 所以 年尾的时候也很好 最后是你可以问他一下 跟他讲一下这个到底 今年的release有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去claim on他 尤其是你有房地产投资的 租金收入 都要做accounting的 然后 有一些expense可以call 有些expense不可以call的 所以你要 这些accountant就会advise你了 你只要收好那些receipt 他就会帮你做了 谢谢收看这个影片 我的名字是Casey啦 如果你想知道很多 在多关于理财方面的资讯 可以去我网站 claim.com 或者subscribe 我的这个channel 谢谢收看 拜拜 今天我主要是为了介绍这本 由本地著名个人理财贴士和教育网站 claim.com的创办人 Casey啦 所炮制的ebook 大马理财贴士 券1 诶你们做什么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 你们其实是在做什么的 Casey啦豁出去了 只需花15分钟阅读这本书 如果你发现这本免费的理财ebook 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即刻把对你没有用处的页面screenshot下来 发送至 cla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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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送你5令吉 作为书本提升计划的奖励 记得附上户口资料 简单来说 这本书就好像工具店一样 它卖工具给你 教你怎么用这个工具 可是你把这个工具用在什么地方 或是你突发奇想有什么新的应用方式也行 就好像随会想到用吸尘机能够绑头发呢 好了 这样就到了第三页 目录 这个很明显 我们就跳过 理财学校是说明世界各地现有的教育体系 缺乏教育精通储蓄 贷款与投资的理念 所以我们必须自修或阅读有关书本 报读理财课程 以助我们达到财务上的成功 接下来的这几个topic是关于富有的真正定义 适当的理财技能加上理财规划师的咨询和帮助 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维持现况生活的时间将会大幅度的延长 来到赚钱存钱花钱 每个人都懂如果不会赚钱就存钱 但是以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只懂得花钱而不是正确的去消费你的钱财 那么赚或存再多的钱 眨眼之间就会消失 这些图表 我们下个影片再深入了解吧 接下来要告诉你 资产是放钱进口袋 负债则是把钱拿出你的口袋 变得有钱或许可以让我们达到财务自由 可是有钱后还没有获得在生活上的种种决定权 你就是还没有达到财务自由 累计财富的三大材料 存钱、时间、回酬率 如何快速把这些材料烹制出财富的陶铁深宴 杠杠原理 这是借钱买房产 借钱做生意 购买认股权 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明白了吗?明白了 好下一个 哈哈买房买车 我是做了一个影片的 有机会播出来给你们看 数学例子 明白的不需要解释 不明白的无法解释 这边拥有九个预防你过度消费 并且能储存钱的方法 如果连阅读都懒惰的话 无所谓了 记得看完我们的影片留言按赞分享就好 信用卡 一个水能载轴易能复轴的双人用具 好处是增加手上的现金 坏处是 会很容易陷入信用卡负债的情况 泥足神仙也会导致破产 关于房屋贷款的有关项目 必须自己阅读 必须自己阅读 很重要 所以讲三次 好 我问你 如果发生天灾人祸 有人筹钱去帮助这些人 这样的活动我们称为什么 是不是慈善 或是筹款对吗 那么我们都知道 慈善筹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怕最当心的 就是筹不到所需要的款项 去帮助这些受害者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 未雨绸缪 在天灾人祸发生之前 就向大众 投款 那么当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笔款项 是不是可以 及时发放出去 帮助这些受害者呢 这个想法很棒对不对 没错 这个未雨绸缪的行为 就是被称之为保险 What 好吧 这本书我就真的大概讲完了 蛤 你觉得我讲了好像没有讲一样啊 那好吧 我只能这样做了 首先我们先去 kclau.com slash lp 然后在这边 填上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email address click这个download ebook 然后去你的gmail 在你的gmail里面 你会收到一个kclau的email 在这个email里面 会有一个download link的 click进这个download link 你就会看到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英文版本 一个是华语版本 right click这本书 然后save link as 你就可以把整本书 download下来了 没有知识 须有贴士 大马里才贴士 15分钟就能认识 就会做到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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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